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徐啊 我看这样吧 这几天呢 也不要再去飞了 留在医院来 好好照顾小鹿啊 看看 小徐啊 还不好意思了 这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小鹿这样的青年做男朋友 是值得叫的 李局长 小徐这事 听说他家里还不同意呢 哦 是吗 怎么能这样呢 新中国这么多年了 恋爱自由嘛 再说小鹿呢 是个不错的青年 看来呢 我得抽时间到你家去 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小徐啊 好好照顾小鹿 让他出了院 我们要跟他开表彰大会 我在现场是谁来勘察的 有我们保卫处和机场的公安处 那个女工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吗 尸体已经送到施工安局去了 估计尸检报告一次半会出不来 其实尸检的只是例行公式 跟我们的报告 不会有太大的出路 来 喝点水吧 不用 小徐 喝吧 喝点 来 真的不用 有你在 我就什么都不要了 刚才李局长说了 让我留下来专门照顾你 真的 骗你干什么 骗你干什么 他们还说 等你一出院 就给你开表彰大会呢 那这么说 我成英雄吗 当然了 你说 要是你爸知道这事 会不会改变对我们俩的态度 也许会吧 这个陆一夫居然成了救火英雄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因为昨天参加救火的人很多 我在现场也确实找不到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所以 尽管我提出了许多疑问 但 并不能影响机场方面 对这场火灾做出的结论 他们还是认为 这是意外 对 陆一夫的情况怎么样呢 一点轻度烧伤 我跟医院方面了解过 他大概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这么说 表彰大会很快就要开了 应该是这样 那女工的事件报告出来了 我跟事故安局联系过了 他们现在正在全力搞一个大案子 根本没有人手干这件事 估计要再等几天了 这家伙还真能当上英雄了 要不局里出面 给民航打个招呼 让这个陆一夫正儿八经的去受什么表彰 这太荒唐了 算了 他们爱怎么表彰就怎么表彰吧 我们一打招呼 就可能泄灭了 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 一个女工死在大火里 陆一夫又是第一个冲进现场 这当然不是一次意外 老许 你说呢 当然 据我了解啊 陆一夫第一个出现在火灾现场的原因 是因为他正好要去车间 取回白天望在那的一只手表 这很难令人信服 老许 这事儿还得下点功夫 我看 首先 看能不能找到陆一夫事先到过现场的证据 其次 你们要随时和士官局保持联系 尽快拿到验试结果 那你们去吧 马云现在在哪 我知道 你说他能在哪 来 喂 喂 爸 哦 马云 爸 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 为什么 我在医院里 你是不是在手陆一夫啊 对 爸 你也知道这事儿了 昨天晚上 机场的维修车间被大火烧了 陆一夫为了救火受了点伤 行了 马云 听我说 你先别管他了 啊 先回来好不好 马云 是民航局领导让我留在医院里的 行啊 火海英雄陆一夫同志学习的表达大会 现在开始 下面请李局长给大家讲话 同志们 大家都知道 我们机场的维修车间 前一段 发生了一次火灾事故 由于我们抢救及时 使我们的损失 降到了最小的程度 在这次救火工作中 陆一夫同志表现非常的出色 是他第一个发现火星 并立即报警 也是他第一个冲击火海 与猛烈的火焰展开初死的搏斗 国家财产保住了 可是陆一夫同志 却深受重伤 同志们 我们要献你一个 向英雄学习的高潮 下面呢 我代表居党委和我们全体同志 受以陆一夫同志 为火海英雄的光荣称号 下面给陆一夫同志颁奖 对不起 这几天我没忙的 真是不可开交 这厌室报告嘛 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 他肯定是被烧死的 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 你要进一步的检查结果 那只有等我们完全检查了之后 那就请你们尽快 我们谢谢 好 谢谢 大爷 来一份报纸 谢谢啊 您好 我打听点事儿 您不用紧张 我就是向您了解到情况 听说机场发生火灾那天晚上 是您在楼里值班 是啊 这个人 您认识吗 认识 他好像是个硅谷花桥吧 发生火灾那天晚上 他下班之后就没有回来过吗 好像回来过 回来过 不到八点的时候 他匆匆忙忙的进来 不过一会儿他又走了 你能肯定是不到八点钟的时候 是是是 错不了 我呢一般是七点刚过开始擦地 那天刚擦了一会儿 他就进来了 这样呢就地下又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 在不 我又重新擦了一遍 那机场起火那天 你们的那趟民航班车是几点钟离开机场的 是八点整 因为我们这儿规定很严格 必须按时转点 你们应该是最后一趟班车吧 对 那你记不记得在你们之前的那趟班车 是几点钟出发的 应该是七点 我们这儿一小时一班车 来 你 看一下这个 见过这个人吗 没印象 仔细地想一想 在你的班车上 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人 真的没印象 真的没印象 那 那你就仔细地回忆一下 就是在那天晚上 在你的班车上的所有人里边 有没有特别值得注意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 好像没有吧 哎 对了 那天刚刚要发车的时候 有个男的急急忙忙就上来了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车上的乘客 都是刚刚下飞机的人 总会有很多行李 没人像他那样 空着两手就上来了 那这个人和照片上的人 不是一个人吗 看不出来 因为车上的光线太暗了 再说我也没太注意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他是 在这儿下的车 好像不是 不 他是在朝阳门下的 朝阳门 你能肯定 他是在朝阳门下的车 对 没错 好好好 太谢谢你了 你说的这些情况 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谢谢啊 不客气 对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能不能问一下 你太客气了 就是你们的车 到了长阳门之后是几点钟 大概不到九点钟吧 对 对 那么 这个时候 还有没有开往机场的公共汽车呢 应该有 82路就是去机场的 而且他的末班车是九点钟 那就是说 要回到机场还来得及了 对 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82路在朝阳门有一站的 你说他就说了两个字 机场 没错 那你就能断定他是外地口音 甭说俩字 就是这一字也别想蒙得过我 比如说您吧 听您这北京话也算说的不错了 可我听得出来 您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哎 你看一下 是他吗 就是他 到朝阳门车站上车的就他一人 你再好好看看 哎 错不了 我说是他就是他 哎 怎么着 这主事犯了什么事了 那你们到了机场 也就是这个人下车的时候 是几点钟 十点来钟吧 就好准确一点 你再想想 错不了 我们这扇车发车的时间是八点四十 到机场的终点就应该是十点钟 更何况那天晚上一切正常 乘客又少 肯定不会超过十点钟 谢了 老许 我回来了 听你说话的事就知道你收获不小 啊 来说说 哎呀 我还没吃饭了 我也没吃呢 你说完吧 待会老规矩 我出钱你处理 到外面买火烧 好 行啊 谁让您是领导呢 我今天呢 找到了路易夫宿舍楼里的清洁工 民航班车的售票员 还有八十二路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分别了解情况以后一综合 路易夫火灾前才从城里回来的说法 就不能成立了 那有没有他事先到了案发现场的证据呢 嗯 倒没有直接的证据 不过从现在掌握的情况上来看 路易夫 他是在八点钟 才匆匆上了从机场开往城里的民航班车 呃 大概九点钟 他在朝阳门下车 随后又几乎没有任何停留的 在朝阳门又上了八十二路公共汽车 在十点钟左右又回到了机场 发现火灾大概是在十点半钟 我想没有任何说法可以解释 路易夫在机场和城里之间的匆匆往来 除非他疯了 啊 那我们假设啊 路易夫是在八点之前进了车间 然后他因为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杀了这个女工 然后就离开了车间 那么 这两个小时以后才发生的火灾呀 他是不是使用了一种定时点火装置 他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 火灾前两个小时他并不在现场 你这说法挺有道理的呀 不错不错 今天看来你相当不错啊 那么这个女工的试点报告出来没有 这事我明天还得去问问 哎呦 我也饿了 来 买点吃呢吧 好 来 对了 蓝美琴呢 他去找婉芸去了 看看今天他能不能说服我那不听话的宝贝女儿 离开路易夫 该回来了呀 哎 你给他也买一份啊 好嘞 你现在成了大英雄了 这有什么 要是换了你也会那么做的 那倒不一定 真的 像你这样的人 绝不会在那个时候犹豫不决 小雪 你当了英雄了 会不会就变心了 瞧不起我了 你怎么这么说 小雪 当英雄 或者不当英雄 我都一样爱你 别这样 这又不是在国外 真的 长这么大 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很纯 很真诚 就像一颗水晶一样 有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 配不上你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啊 我还没告诉你 今天下午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找我 他又劝我 让我一定离开你 你的一个好朋友 没有 什么理由 没什么理由 只不过 他要我面对社会现实 别让我父母伤心 嗯 然后 你就把我 英勇救火的事迹 告诉他了 然后 你那个好朋友 就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再然后呢 你就回到我的身边 是这样的吧 是这样的吧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他们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的 啊 小雪 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你有一天发现 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好 或者 你发现我 甚至还有很多不可饶恕的缺点 你会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还会这样爱我吗 你有什么缺点 现在就说出来 让我听听 真的 你要是突然发现 我路易夫 不是一个英雄 甚至 不是一个你所想象的好人 你会怎么办 我 那也要等到 我自己发现 你是一个坏人的时候 真的 老许 你看啊 一个范世成 一个路易夫 再加上红旗宾馆的那个毛羊 这三个人都是冲着五一二项目来的 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吧 既然如此我们还等什么 干脆 先把那个路易夫抓起来再说 不行啊 就算我们退代全部成立 我们关键缺乏证据 而且 他要是来个失口否认怎么办呢 这些可不是一般的小特务啊 对付他们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我们现在 没有掌握他们全部的计划 我们不能排除 在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特务之外 还隐藏着别的特务 所以我们只有 彻底的摧毁了他们全部的阴谋 我们才能根本上保证 五一二项目和四号专家的安全 所以我们都有耐心啊 我觉得你最近有变化啊 怎么了 变得 老成多了 进步了 老许 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 正式的表扬我 不对吧 刚才我还表扬你 调查的很有成效 不是不是 对我这个人一种全面的肯定 这是第一次 是吗 是吗 哦 好好好 那算我的错 算我的错 好吗 我主要是年纪大了 有时候啊 我真的想表扬 可是一转身呢 忘了 老许 老许 你 那我就是随便问吧 你干了一辈子这种工作了 有没有觉得 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这种工作最痛苦的吗 我的体会呀 那就是保守秘密 有时候这个秘密 得要保守一辈子 有的时候要向自己 最亲密的人去保密 这是最痛苦的 特别痛苦 我一感到安慰的是 当我们这种压力和痛苦 换来的 是我们国家安全的时候 这心里边 才能够感到一点踏实 感到一种坦然 都在这呢 干嘛呢 老许啊 给我上课吧 我胃坏了 你怎么才回来了 你胃坏了 又不是你开车 机场离这儿多远 见了碗云了 嗯 见着了 没结果 他现在还什么都听不进去呢 满脑子了 都被爱情散满了 我就说了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除非啊 不过我们还有一次 一起说服他的机会 真的 我回去 嗯 抬抬抬手 我就去去 来 风尖滚混混 长英雄 四面青山 四儿兵 四儿兵 我出去一下就回来啊 你怎么肯定也没有事啊 哎呀 工作上的事儿突然想起来的 我就安排一下 我们可不等你啊 行了行了 我马上就回 嗯 哦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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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你 你 他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毛泽东的战士 是顶千利利的英雄 是特殊还要制作的人 他的投败气概 从哪里来 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 对勤务者切实的恨 在中国人民战军里 有千千万个王城 这就是我们为大谷国的骄傲和光谷 兴兴奉骄傲 国战好 一道殿荒列长空 列长空 喂啊 喂 徐伯伯 哦 美琴啊 什么事啊 刚才您怎么不听我说完就走了呢 你知道 一提起婉云的事 我这心情就不好 我说的事情就是和婉云有关系 什么事啊 后天我们带上婉云 到郊外去玩玩怎么样 是工作罪在结果眼上了 你还有什么心情去玩啊 抽空放松一下有利于进入决战状态 这可是军事教科书里有的 嗯 你那是美国的军事教科书吧 还有谁去 当然还有李景阿姨了 行 那您安排 那您说叫不叫上洛湛 洛湛 叫上他 让他给我们当臣妇 您真怎么想啊 嗯 怎么 你不想让他去 徐伯伯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 我虽然不是心理学家 我看得出来 那好吧 就这么定了啊 行 就这么定了 洛湛就在我旁边呢 好 就这么定了 来 咱们唱首歌 来 唱首歌 怎么会唱美国歌去吧 哈哈哈哈 别拿我看镜哦 她怎么看得出来 你唱当梨花开满了天涯 我唱飘着荣� Jason 然后呢 咱们唱合了天涯 就是两个人 你唱飘着荣卧的荣卧 你唱当梨花开满了天涯 我唱飘着荣卧的荣卧 你唱飘着荣卧的荣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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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飘着荣卧路的荣卧 你唱飘着荣卧 你唱飘着荣卧 心跳的沉默 我想跑向你很轻松 来来来 到这边来 我来给你们开张照片 你这技术行不行 哎呀 老许 你这话说了就有点俏了 这挺漂亮的 我别的不行 照相还是可以的 就在这 你一起来吧 你可以自拍的 不用了 我先给你们照 你们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照一照 照一照 照一照 照好了 大家高兴一点 准备好 准备好 一 二 三 拍了 来 晚了 尝尝 我专门从广州给你们带的 多少年没来着 哎 你还记得吗 咱们秀水库那年 哎呦 人类呀 还饿呢 带的东西都不够吃的 是 那时候没这些事 你看 现在长这么高 怎么样 来啊 南北琴 这儿的景色 不比美国差吧 怎么说呢 在我心里边啊 祖国的风景哪儿都比美国强 这就是你决定回国的原因啊 不光是这个 我还想参加祖国建设呀 就跟你那个印尼华侨一样的呀 来 哎呀 我有点饿了 有什么吃的吗 看看有什么吃的 有 很干 你先吃萝卜吧 萝卜吧 我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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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什么呀 干干净净的 你就这么吃啊 不怕闹肚子 不怕 不怕 我这革命的肚子 酒精考验了 什么糖衣炮弹 什么脏东西都不怕 哎哎哎 老朵 嗯 酒精考验 在我们面前 你肯定这次搞啊 你要酒精考验了 你把我徐子晃跟拿 你把李景跟拿 对对对对 怎么一得意 把咱们老革命啊 你吃吧 吃吧 吃吧 嗯 嗯 这还叫相敬如兵呢 嗯 嗯 嗯 别叫说公子啊 给你找一个厉害的婆家 看你还敢说 就是治他嘛 哎 哎 哎 我觉得这个事啊 好像不用我们操心了吧 哎 哎 美金 你说是吗 啊 啊 啊 你们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是吗 说啥 那 你去问问洛寨 他听懂听不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刚才 老许说的话 你真的没听懂啊 什么话呀 你听懂了吗 那什么意思啊 你呀 也是个老奸俱华的特务 嗯 你看我没听懂吧 还被人骂 这真好玩 以前怎么没想到到这儿来玩呢 以前你没跟那个王小静来过吗 你提他干什么 我早把他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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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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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琴和洛寨 是不是在谈恋爱呀 哎 那还有说啊 这倒是挺好的一段啊 不过 好像美琴比洛寨大一点了 哎 哎 这有什么关系啊 爸 你们为什么就那么支持他们 可对我和路易夫 要求就那么苛刻 啊 晚爷 我们也不是全然反对你跟路易夫的关系 不过呢 我跟你爸呀 也有我们的考虑 什么考虑啊 晚爷 这么说吧 你好好想想 作为爸爸 妈妈 都希望自己的女儿 将来生活幸福 我和你妈 这么多年了 经过的事情也不少 怎么说有很多事情 要比你看得远 看得清楚吧 那 那你们怎 怎么还会离婚呢 说什么呢 我知道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可你们也应该相信我呀 我又不是小孩了 这么说吧 晚爷 路易夫 可能是一个好人 但是 你能不能在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们之间的关系 暂时的冷了 行不行 什么结果眼 你在说什么呢 爸 这跟我们工作有关系 你们不相信他 还在怀疑他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嘛 喂 喂 晚云 你的头发怎么有点发黄啊 是吗 我怎么没注意 妈 我有个问题问你 你必须回答我 问什么问题啊 今天都挺高兴的 不 我就要谈 好吧 说吧 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时候 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 妈 你说话呀 这个问题 没有想过 没想过 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 这又不需要想 愿意就住到一起 多简单哪 妈 你说啊 你说嘛 王悦 行了 别拼你骂了 有些事情啊 有些事情啊 没你想那么简单 所以我啊 我当然愿意 你妈妈搬过来了 这样我也能弥补一下我过去的过世 做一个好爸爸 做一个好丈夫 但是有些事情 你让妈妈 哎 也还有我 我们有很多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啊 什么方方面面的问题 说出来 让我也听听了 哎 万言啊 你还太不了解你妈了 这么说吧 一个人哪 在不同时期 会犯不同的错误 有些错误呢 改了就行了 可是有些错误啊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改的 不是那么简单 我跟你爸 就得需要这个时间 改正错误 妈 爸 不要你们都清楚 不管你们怎么看待我的个人问题 也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永远都是爱你们的 我希望 你们都能健健康康的生活 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知道 知道了 来半斤饺子 来 不常的 太浪 Gal CHARLES 请进 你找我有什么事 跟你说件事情 说吧 是关于你和那个姑娘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要想人不知 除非进门位 洛伊夫 你必须马上和她一挡两断 如果再交往下去 会非常危险的 这也不会吧 和她在一起 不是可以更好地隐蔽自己吗 我说过了 你必须马上解决这件事情 不能因为一个女人 危机到我们后面的行动 你管得也太宽了 你马上执行 我说 你不会真的爱上那个姑娘吧 这 真的和你有关吗 和我无关 但和行动计划有关 你要是实现了 就自己和她断了 你要是不实现 那就也许靠我来替你了断了 你不许胡来啊 你是怕我 干掉你那个姑娘 我告诉你 她要是少了一根毫毛 觉得饶不了你 吴先生 我想你是个聪明人 在这种时候 你不会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因为那个女人 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吧 没什么 对 小厘子 你不听说 你不听他说 我实际的是 我最喜欢的 想起来 你喜欢的 我也想起来 我感觉你不听听 你你不听听说 五 二 三 三 四 五 二 三 十 九 四 七 四 十 五 二 三 五 二 三 有什么好看的事情 什么是好看的事情 国际新闻 没 什么 住院了 住在什么医院 好的 谢谢你 来得正好 走 陪我出去的 去哪儿 到医院 养老住院了 情况不太好 咱们得赶快去吧 走 我没有见过你 我也没见过你 我是刚得到的口信 有尾巴吗 没有 没有